第58届美式足球超级杯11号晚间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中时体育场举行 由未免的堪萨斯球长队出战旧金山四九人队 中场球长队以25比22未免成功 而这回流行天后泰勒斯特别从日本赶回美国 为男友凯尔西加油 果然为球长队带来好运 连续第二年报回了超级杯的奖杯 第58届美式足球超级杯11号在赌城盛大登场 开赛前歌手现唱暖场 镜头带到包厢里的泰勒斯 他一身黑色尽装 神情兴奋 两队直同板决定谁开球 结果球长队开球 泰勒斯还高兴地跳起舞来 比赛中场由亚瑟小子跟爱丽西亚凯斯 路达克里斯等歌手单纲表演 继续炒热现场气氛 周日下午 中时体育场戒备森严 空中还有AS350松鼠一型直升机巡逻 掌握地面状况 两队球迷进场时 除了兴奋也有点紧张 这对妇女因为获得机票交换网站的大奖 难得来到现场观战 这份大礼价值两万五千美元 相当于七十几万台币 父女两人都是泰勒斯迷 他们不但亲临现场 还能跟泰勒斯同场看球 因为泰勒斯结束在东京的演唱会后 搭乘私人飞机赶回美国 美西时间10号下午 泰勒斯回到洛杉矶国际机场 有充裕的时间前往内华达州赌城 参加超级杯 泰勒斯跟球长队的凯尔西 去年开始交往后 已经出席12场球长队的比赛 使本来就很热门的美式足球赛事收视率如虎添翼 综合报道